你要是每次做过你就在害我 这年也过完了 终于不用在家吃剩饭剩菜了 大晚上的我来到这种巷子里边 你们也知道我要干嘛了 这是不是全南京最小的烧烤店 你有可能 就两张桌啊 我们就做点老客 我们做了十年了 所有的东西都自己穿 产量有限 很费功夫的那个 不像拿半分 半分那一刀快 我们的肉里 你看到这全新鲜的肉 我们没什么追求 就干个空 補贴家用 拿不了菜的 这么多年就靠大家一点老客 照顾我 你也不要做网工 也不要做啥 我现在还上班 你还上班啊 对 这个是副业 也是主店 我认为这是全南京 最小的烧烤店啊 如果你们能遇到 比这家店还小的 请告诉我 他们家主打三种 脆骨 猪肉串 望京小瑶 猪肉串 三瘦两肥 肉很新鲜 哇真的很好吃啊 是有一点点油腻的 但是吃到嘴巴里边 特别香 今天快乐 今天快乐 望京小瑶 肥肉包着一个小腰 口味真的不错 我孕子好了 合适就好 这上一块 猪肉里面有汁水 包括它里面那个腰花 特别嫩 香啊 哇这个望京小瑶真好吃 我来尝尝它脆骨 脆骨是特别有韧性 很有咀嚼感 脆骨上面的肉也很嫩 除了肉嫩就香 给大家一个小提示 如果是铁牵串的 大概率肉是新鲜的 如果是木牵 可能就是半成品了 大概率啊 当然新不新鲜 还是吃到嘴巴里面 一下就知道了 我们肉不腌制的都是原汁原味的 没有那种其他腌料的味道 这个老板白天要上班 晚上来烤餐 夫妻两个进行一家店 虽然很辛苦 但是两个人忙中有乐 乐中有忙呢 最关键就是好吃 不要什么温馨不温馨 什么夫妻店 关键是好吃 这家像个山洞一样的烧烤摊 论口味口感 我们四颗心 以上观点代表四个本人